大家好,我是王老师 这里是王老师学中文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如果需要跟别人问路 应该怎么说呢? 别人会怎么回答我们呢?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 跟问路有关系的中文句子 好,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 请问医院怎么走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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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洗手间在哪儿? 请问洗手间在哪儿? 麻烦问一下 这附近有银行吗? 麻烦问一下 这附近有银行吗? 请问怎么去地铁站? 请问 请问怎么去地铁站? 请问怎么去地铁站? 我要去地铁站? 我要去这个地方 能给我指一下路吗? 我要去这个地方 能给我指一下路吗? 请问怎么去地铁站? 机场最快 怎么去地铁站? 机场最快 请问,怎么去机场最快? 走这条路可以到公园吗? 走这条路可以到公园 请问,哪里好打出租车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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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的到广场的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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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能给我介绍几个好玩的地方吗?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请问,这里最好的夜市在哪里? 几点开放? 请问,这里最好的夜市在哪里? 几点开放? 这条路一直直走就到了 这条路一直直走就到了 沿着马路向前走,到了路口左转 沿着马路向前走,到了路口左转 沿着马路上走 沿着马路向前走 一直走, 过了两个红绿灯路口就到了。 顺着这条河一直走, 过了两个红绿灯路口就到了。 你需要穿过这个广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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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走几个台阶就可以看到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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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错方向了。 你应该往回走。 你走错方向了。 你应该往回走。 向东走大概八百米左右。 往上走。 你应该往回走。 往上走大概八百米左右。 洗手间在商场三楼。 电梯旁边。 洗手间在商场三楼。 电梯旁边。 洗手间在商场三楼。 电梯旁边。 从这里坐电梯上二楼。 出口在那儿。 出口在那儿。 从这里坐电梯上二楼。 出口在那儿。 从这里坐电梯上二楼。 出口在那儿。 好的,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。 你学会用中文问路了吗? 这里是一个新的学习中文的频道。 如果你有好的建议或者想法, 欢迎留言或者给我发email。 感谢你的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